台南沿水風炮 24號元宵節登場 23號進行起炮活動 小炮城推到馬路中央工作人員 點燃風炮 數萬支的炮一口氣全炸開 噴出大量濃煙 為元宵節的風炮活動 熱身開炮 每座炮城由數萬支到數十萬支沖天炮組成 嚴選我們要指出今年登記的炮城有望達到400座 暴增5成是疫情後最大規模的風炮活動 已經報名參加離風炮的民眾透露心情有點緊張 稍微會有一點緊張 大部分都說就是被風炮炸過之後 可能運氣會比較好啊 然後關地也會保佑這樣 所以今天想說來體驗看看綁在身上被炸的感覺 爆炸那種感受 我們所謂的鎮撼教育 去年最大炮城號稱六十萬支沖天炮組成 今年有沒有人破紀錄 網友直呼超期待 每年元宵鹽雪風炮是全台重頭戲之一 神教繞盡後預估二十四號晚上九點半 炮城沖天炮齊發 讓民眾離風炮體驗震撼感受 既然來觀張台南報導 我是戴立剛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